说到偏方 我们以前我们在医学院里有个老师 他说他这个 他也很贵流鼻血 然后呢 他说他翻了很多的医书上面 发现你知道吗 在这个医书里面有一个偏方 他觉得还蛮好用的 他试试看了以后 他发现这个有效 是什么 前一阵子大家闹得很厉害的 一个香蕉皮 香蕉皮拿来烤过 烘干磨枕粉拿来吃 香蕉皮烤过烘干磨枕粉 然后就可以纸鼻血 是拿来吃 不是拿来吃 就纸鼻血了 有用吗 他说有效 流鼻血还要等它烤干 也就是要常常 就听到保养 不是在保得到 不是在留的时候 不是来 来不及 就是他平常就是很会流鼻血的 然后他就说 那自己念这个嘛 他就说 这个医典里面 古人一定有这个偏方 所以他就去找 发现真的有 就是他拿去 把他这个烤过抹粉以后 就是把他 比如说你喝饮料 或者是豆浆 或者是加进去来吃 到后来你就想说 老师你说的 到底是豆浆有效 牛奶有效 还是你这个香蕉皮 很香